看完川普和普丁记者会 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会说 What 居然相信前KGB的头子 而不相信自己的情报单位 是震惊是不敢置信 各种的情绪都出炉了 私家共和党老大们King说 既以来这是美国总统最可耻的一天 而含蓄一点的说糟糕 大胆一点说丢脸 而民主党前中情局局长最气说 这简直是通敌 其他民主党大佬也是纷纷抨击 甚至认为不正常 由于实在让外界太不敢置信 所以以前的一个疑问就是 普丁手上到底有川普什么东西 现在公开可以讲 事实上普普会开始之前 希拉蕊问了一句 川普知道他代表哪一方吗 还真是问对了 或许是为了要灭火 川普后来在推特上说 对自己国家的情报单位非常有信心 只不过伤害已经造成了 盟友当作敌人就算了 这一次是把敌人当作朋友 而且更甚自家人 川普这一次是不是真的太超过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效应及影响呢 值得密切地观察 记者光芒华 林滋惠纽约的采访报道